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觉得过程更重要 我很开心因为我没想到会得到冠军 拿到的时候我就全都不愿意过 也感谢你们让我表演在这上面 我最感谢的是我的唱歌老师和我的妈妈 肯定我妈呗 我的姥姥 因为其实这次我写的曲子就是为她写的 还真没有 我觉得可能是我装上装下差距比较大 别人都看见我的比赛吗 所以我觉得会 我被认出来因为我学校 我同学和家长都会问我 你是不是李虚勤 是被别人认出来 我妈妈她有一个北美中学群 然后那天表演完了 然后有一个人就问 哦你的女儿是在美国中间 是表演 天生我才参加比赛了吗 然后我妈说是的 然后有一次我其实在古巴旅游 也有一个人是我们有一个中国团队一起去 然后他们也正好认识我了 我也是因为我很喜欢很喜欢跳舞 很喜欢钢琴很喜欢唱歌 但是我也是很喜欢打网球 会因为我很喜欢唱歌 然后我也不想要放弃 古中我觉得不会当我的职业 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东西 是我一辈子会有的 然后我就是特别喜欢音乐 我不高兴的时候 还是我不耐烦的时候 我就弹古中 然后我感觉就 happier 后来我的朗诵老师 他组织了一个叫走心联合国 一个普语的一个叫金话筒 由CCTV就是办的这么一个比赛 我在里面得的是亚军 我又在卡内基音乐厅表演过一次 这就是我第四次表演在卡内基音乐厅 然后我也在我的少儿国乐团 写了一首曲子 叫Dancing in Snowflakes 然后我们刚刚在 就是前天在June University表演过 你不用紧张 你要笑 千万别把码牌整标 彩牌一定要到 别把冠军当成你主要的目标 应该是 emphasize你的成长 你的过程 然后你怎么训练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帮助你一辈子的 深处2023年的魏思阳 你好啊 五年后的你 一切顺利吗 上大学了吧 专业定了吗 到底是心理学 还是Computer Science啊 你还记不记得 你因为心理学 跟妈妈吵那次架了 最后是你臣服了 还是妈妈说你的意思呀 你还记不记得 七年前的你来到了美国 从不会说英语到会说英语 参加了那次天生我才啊 还在电视跳舞吧 如果你不在电视跳舞 我可是会是很失望的 你体重过120了哇 你可千万别吧 小天嫁不出去 我还想要学唱歌 因为我很想要当一个明星 我很喜欢唱歌 在五年后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 你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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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Brie, 17 years old.